多方位的思考 多方位的战术 对吧 如果出这场圈的话 是的 当然 也不一定 这个航线 嗯 野区有队位 这是林树跟宁 哎哩 稍等 1位1的队位啊 这边有人 MG好像是两个人跳在这个房区当中 是 对 天霸估计也没想到 哎 这机场的人怎么还跑来拿一个海溜啊 还是来两个 是的 从地图上去看 天霸已经拿车过来支援了 这波林树只要不给机会不倒就可以 等人吧 真是个机场圈啊 颜哥的嘴还是很有东西的 哈哈哈哈 起路也直接找散包 呼救器 开飞兄弟们 哈哈哈哈 真来机场圈啊 一点悬念都没有的机场圈 我的天 哎 这波对于机场呢 除了DDT以外 对于MG和天霸来说 这个点打赢就是王 嗯 我现在直接 本来刚刚还批 微躺的姿势 现在直接坐直 哈哈 这呼救器拉满 这爱奇艺 呼救器开早 哈哈哈哈 先来看这一波啊 如何破除这个困局 您被包夹了 MNG的支援有点慢啊 迟迟没有打进攻 反而是等到天霸支援到了之后 本来是个进攻方 多打扫 结果被反制了 这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 感觉 是的 天霸在队有遇到 有危险的第一时间 直接开始提核 你看这个龙鼠 他是没头的 直接打了枪就过来了 耳里面灵树 把支援的人全部接下来了 今天MNG的状态 有点爆炸呀 下班 是的 还是 应该是听到他的爬 还在爬完了 直接被打了一个屁股 是的 心想 哎 这人在翻啥呢 先把不费吹灰之力 拿下机场的原住民 嗯 是的 摸点东西 突然经常他都能去 而且我甚至是感觉 为什么MNG要去拿那个海盗 是看到零售的一个人的伞 在那边飘着 有可能 想把这个人给他拔了 再把车拿了 他这效率有点低 说实话 对 西野的人都支援过来 结果机场内部的人拿了 就是他有车了 竟然还没有过来支援 太慢了 队友倒地了以后 他才开车 当时还正开 我看了一眼 刚开到那个飞机跑道 是的 这个状态确实是有点 有点拉呀 这个状态 这个圈我预估啊 IC肯定是不用想的 包坐飞机的 RBS和FM不知道 会不会采用呼救器 我感觉 看情况应该不少 反正第一时间 能保车 能有载具 肯定要载具的 像Y城这种地方 你看他现在的一个选择 这么慢 因为他也知道 打这个圈比较难嘛 没什么破据点 光开车的话 还不如呼一波 因为之前Y城 大概是老生常常的问题 Y城打机场圈 不是很好打 嗯 尤其是在压力 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做船登陆 嗯 机场的北边公路当中啊 应该是有刷刷点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拿到 有车 应该有机会 对 没人去啊 北边 这天霸一来 系列搜完以后 直接就往南边走了 没错 整个字母山都没人 那这样的话 DTT也知道 MNG跳的机场内部 被清理干净之后 我直接选择王里进 小医院一拿 是的 等队友一起 这龙斯哥 再接一个97 爽的一 玩着 天霸在打rank一样 啊 也是没有吃任何信息 就贴到龙斯哥脸上 这感觉是 过来的一分 天霸的支援啊 天霸 哦 又怼过来了 龙斯哥一个预判雷 来了 已经在动车了 预知危险的第一时间 动车 能不能逃 天霸 这边支援 就像他没有那么快啊 你说刚刚到位 对 那其实动作还是挺快的 因为之前这种距离 其实拉得还挺远的 嗯 这边又是龙斯哥 啊 这边没机会 不过也不太好补 后点有 林书架枪 这个围巷真能过吗 过不了啊 感觉 这个时候架住以后 就是队友可以往今天顶啊 是的 这不要顶 你当心别把龙斯哥给补了 不会 感觉这个不会的 他就往围墙里面丢 哎 这泡泡被可以接下来了 只能进点七七 你说赶紧抓紧 也去贴一下 现在是一个正面2打2 这 啊 测身看得死死的 哎 七七也倒 那就不好说了 这一打2 很清楚你在哪 被随性找到机会了 随性一吸眼了 嗯 把没雷了 好 一直在找机会 结果对方也是小声位去pick KK也过来了 KK 哈哈 哦 哦 可以开始接管战场 那雷叔不管了呀 拼到底 嗯 爱流大海一声 速歌我来 嗯 这里的灯全让KK给吃了 是的 直接跳河 可以跳海 你们去清吧 海边悬崖边上 嗯 这个就感觉 到埋子了 埋子 STG 也要来海边看看 压一手KK 可以抽的 那个小角度 打完之后 林树直接 跑了 埋子 突背 直接人拎起来 什么意思 可以啊 打错啊 是的 确实打得不错 目前天霸58分 也是结束了今天第一天的比赛 嗯 再看CCG了 CCG位置还行 是的 大部分队伍都在往机场内部走 是的 这把确实节奏很快 我看到RBS也是做散包来的啊 嗯 看目的地是哪 哦 这个盾牌利用起来了 哎 因为跟DT离得特别近 暂时双方打不起来 是 这CCG就在桥头这里 看能不能堵 是的 光明也在观察啊 防了一手 嗯 很陈地近 哎呦 波波队架得很准 那周天 这 他要被打下来了 是的 很残 应该是跟队友抱了 吉卜车一滴血 但是波波被架住了呀 波波本来是想 嗯 本来是想给压力的 是的 飞方也导人了 这个时候不会直接冲到近点来 没错 这个圈是往机场内部去走了 而且南边啊 就是WTG踩的个海流也就在圈 这个圈很有可能在后续往南边去走 有可能 是的 天路一步转移 受到第一次一波干扰 飞机残骸附近啊 先待一下 然后天路也是两个人放在残骸 然后另外两个人去到 呃 去到再往偏北边的 运区的机场分彩 同样 DDT也是把微信楼那个位置放出来了 嗯 飞机残骸 加上前位 前这位啊 就是那一片 有一片小的掩体 打了个分彩 这是一片小的这个集装箱 嗯 很细节想保一辆车 这里开车过来 还好错开了 GGC的枪 但是换神这个位置 好像有点走不掉了 队友只能停车过来 反围一手 GGC 嗯 坏了 被打残 进点人有点多 对友测试没有给到压力啊 一尺雷 把薛麦奎打倒 打药时间没抓住 被GGC 呃 换神被打掉 仰尔 侧翼补补枪补上来 但是换神已经被补了 嗯 嗯 仰尔 吃了原点枪线 这是KK的 赶紧封烟原地一拍 选了打药 就别看到文博的脸上 坏了 但是被文博接住了啊 付位啊 不过 这个顶位其实是 之前没有漏的 是的 完全没有想到啊 这里居然还踩了一个人 刚刚是注意 神不在心点脸上三个人 对二只能走 嗯 满难顶的 是 都能服啊 GGC 这一二感觉还是想偷偷地搞一手 诶 想操作 对 哦 打到一个 后面还在打药 能不能操作起来 那好像不知道近点来人啊 想先把分数给补了 对 能补一个是一个 雷来了 所有的道具全部招呼到112身上 有 一个雷 终结掉了112 是的 赶紧回去就得有 嗯 一岛应该来得及吧 好像来不及了 看一下三圈的刷新 还是否 依旧是涵盖水域 圈形来了 往南走 果然是南边 嗯 这个圈也非常的熟悉啊 不陌生的一个圈形 是的 机场要内斗了 是 而且这个情况来看WCG还可以分踩 对 因为后续四圈 不管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啊 这个圈还能踩一波 因为南边传场的STG呢 其实没有给太多压力 没必要 而且STG 是的 大家都知道圈了嘛 问题也不是很大 是的 你徒步之步如果说想要去清理的话 这个过点还是很长的 现在就看机场内部的斗争啊 是的 I7呢 咕噜房这一片和微信楼 是挂了个边边 还有权可以呆 而NOVA的话 这个防空楼 两个防空楼都不再圈了 总不可能去前面那个油罐嘛 去油罐就是靶子 CCG GGC 已经被围了 这个阵型 GGC不好打了 两个人 信息太明确 CCG在桥头打了 福尔们知道福尔们跟GGC打起来的 嗯 就在边缘 这波又是一步推进 小收两分 但这个圈对于CCG来说呢 其实也不是很好推 不好打 对的 真常不可能 反正不可能去防空洞嘛 对吧 是的 风险太大了 这个时候早就 反正轮不到它 然后南边打的话 现在在圈的位置 前点会被DDT抽 对 大概率后续要跟KK打一架 嗯 萨萨这个位置身位很危险 脱离了掩体 一点都没有看海边啊 兄弟 是的 很危险 南边有人 看到一个不动的人 一枪头 一小声 迷你有点小瓜 修脚能修掉吗 修掉了 修掉了 最后修脚一枪是把比格兰击倒 这个倒地有点致命的 圈已经开始收缩了 是的 那边有坑 对 还是得撑 但是这个位置 还是得撑一下 对 撑一段时间的 Spaceman这么穷吗 太空人拿16打了CCG一个 嗯 但是四圈是回到机场内部 反复横跳 这都爆炸呀 把选手玩弄于鼓掌之中 那这样的话 WTG怎么办 两个房区都不在圈了 嗯 Nova比他更快一步 能够拿到马路边上那个毒房 是的 爱奇要慢慢地去摸机场内部 这个圈对于爱奇来说是个好消息 能玩 前面掩体多啊 一步一步往前贴就行了 现在防守方的RBS 一直在听声变位 这次踏着大脚鼓就过来 这侧身 嗯 没有被打下来 太烦了 换把枪多好 持续上还有点 慢了啊 准备追击 哦 贴脸问题不大 是 也是刚刚打起一样 因为有一个 掏枪的这个僵直 剩下的交给队友 锁定了爱奇的位置 KK也是在过来的时候 是被麻木出了一个灵阶 嗯 Spaceman侧瞄 这些机也被天鹿给淘汰啊 是的 双方这边有个呼唤 不过RBS还是全员淘汰爱奇 还能换播装备 是 爱奇的确实这个试剂角度啊 不是很好 你让角度不好的还有KK KK没办法 他不再劝了 强行要去打DDT这个点 而原点还有南边六房 台六还有WCG 这独狼也玩不了啊 这个样子 没错 从哪不是子弹呢 还是这个圈 你只要到平原 天鹿这个飞机残害 这个枪线啊 就非常多 嗯 STG和WCG的交手啊 在南边 是的 567也打了一个 因为对于STG来说 他们是没车的 这一点对于WCG来说 但拉枪线我可以随便拉 毕竟有车有载具 对 STG就只能靠双腿去跑 还在找剩余的人在哪呢 Norva竟然开车拉出来 不想在这个平方当中 选择要去清STG的分数 没问题很快 是的又合到这坑了 嗯 但这个圈形又是往西边走了 拐脚防FTG啊 终于在这个圈当中 是吃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弱色 刚刚把这局 哎 我以为他要直接开椅 这个时候再过来和WCG交手 嗯 知道你原少 没雷啊 无路线 在文在高点不断的去吸引 圈形快收缩了 还剩十几秒钟 还没分出胜负啊 是的 两边都不太敢主动去打这个进攻 老马一看不行 时间不够了 还是 但是WCG567 你过来既然想打 那就为什么要走 决战到今天 这两下很准啊 啊 想走 不可能吧 没错 两个人腿着过来 就过点 这过点有点长 嗯 有烟吧 应该可以放过这些烟 而另一边 好像DDT强行开车 扎到这个单仓当中 这边被远远天路小鹏抽掉 而另一边RBS跟DDT正面接团 这边确实很顶啊 正面 嗯 没有舔帮帮 我们还是16的 那就想打16的 这把枪吗 有可能 呃 扩得19被炸掉了 取身在后点位 一个前后的包夹 但是原点有枪线 这也太考验16的使用者了吧 是的 让我们绣起来 让我们看一看 想先补分 先把黑猪补掉 原点有枪线 就是GSW95K 好 绣不动了 而且后点许身也被拔掉 嗯 结果DDT的一波冲撞 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五六七十分水 是被龙头圈给拿下 圈圈又往西边走了 真能 对 真能西圈啊 真能西 真的 又是西边 他现在场上独狼都被解决 是的 今天吃分队伍很多 因为只打五把的情况之下 第一名67 第二名58 第三名53 超过50分队伍有三只 对 而且不一定看最后一把谁吃鸡 对 看天路了 天路有34分的 是的 这个圈 Norva是不带圈的 Norva只能选择强顶FTG这个管脚房 奥特曼正面接住的玫瑰 那这样吧 Norva的有生力量其实不多了 雷还是挺多 炸了一个奥特曼 可以有机会发行进攻吗 但是这里还有服人 嗯 嗯 你看他有686啊 哎 你不是不给机会服的 这不是什么情况 卡住了吗 还是 灰灰愣了一下 嗯 只不可能 这只要就被两伤 吃了个全白 再反出来 呦 差一点 拿下 是的 最终还是防守住了 拐脚房 是 还是四只队伍 苏巴提在防守整个天路 天路因为没有打过什么正面团战手上的头道具投注是比较多的 利用手带开始是不断去逼迫苏巴提的走位 看到在腾罗的奥特曼是直接打掉 奥特曼现在目前应该是二倒了 赶紧翻过去扶 过点还吃了一枪 哎 差一枪 还好 有个铁皮能挡住 起舞放倒了麻木 麻木救分就救不来了 只能看扣托家就自己玩了 嗯 我还是被龙宗泉给带走啊 是的 天路分数也上来了 天路这把如果吃鸡的话应该能超过50分 嗯 今天FG厂商唯一残编 是的 哦 但是圈往GSW这里走了 马上还是要动手 该动手了 天路 大吗 抢这个坑了吧 不抢这个坑没机会啊 嗯 先把天路的车达给卸掉 防止天路后续的转移 是的 确实这GSW的枪线对准啊 这两个队伍也不好交手 要拿着车走 主要是FTG枪线一直是对准天路的 知道你想转移 这里子弹 说实话针对天路转移的子弹是有点多的 要看龙宗泉能不能架住了 但是蓝圈来了 开车走 这雪亮 哎 有点残了 有点痛啊 被蓝圈垫到半去 盘子 龙宗泉走在第一位 哎 还是被接下来了 这个没办法 嗯 有点枪线实在是有点多 天路有点难以招架 只剩其无果 两个人听到枪声 打过来打了一个 但是没听到第二个枪声吗 脚步 也来不及了 对方这个补枪速度还是挺快的 他雪亮本身很残嘛 最后一个 四打三 FTG直到前面倒人了 想要去把你屁股给打开 但是这个时候人已经浮起来了 这个机会就很难了 红柜接下来一个 再接一个 直接冲了 FTG只剩了一个苏巴提 是的 四打一 开枪 点出位置 应该没机会了 这不接 其实拿着车去椅就完事了 嗯 带兄弟 带兄弟一个 好的 也是恭喜GSW拿到八个淘汰成功吃鸡啊 在今天的最后一局里面 是的 嗯 今天确实刚刚也看了这个实时的一个积分啊 50分以上的队伍有三只 嗯 那其实我们看到尾部的队伍的话 单位数的就各位数得分的队伍也挺多的 十分严重啊 多部队伍 是的 这个因为这一把 因为圈形都是在反复横跳 只是在后续的五六圈之后开始往西部去走了 那不管是机场内部队伍也好 还是机场外部 就南边的队伍也好 就都很难去操作 你没有任何的起推点 因为地形太平了 对 今天总体的这个圈形走